是為了減低 餐飲處所和表列處所的傳播風險 特別是牽涉到一些除了口罩的活動 在平衡社會經濟活動和防疫的需要之後 政府決定會暫時加強有關檢測的安排 由8月28號 即是這個星期日起 是會擴展快速擴源檢測 擴源測試的要求 由現在只適用於酒吧或者酒館顧客的檢測要求 擴展到出席宴會的人士 所有出席宴會的人士 是要在進入一個宴會處所的24小時之內 是要進行快速擴源的測試 並且出示一個陰性結果的照片 給餐飲處所的負責人檢查之後 才可以進入有關的餐飲處所